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 21日 星期二 很多網友 都很關心蕭先生 經常給蕭先生的資料 給我很多資訊 最近 網友就說 蕭先生好像快要回香港了 我其實如果他可以回香港 也很恭喜他 不過很多網友誤會了 就說 蕭先生跟我一樣 也是受到政治迫害 要離開 其實不是 蕭先生跟我們的情況 因為蕭先生的情況是純粹是 金錢的糾紛 跟政治無關 所以 他 是可以回香港 我是不行的 我回香港一定要基於共產黨倒台 而新的政府也要跟共產黨 是不妥 要是對家 我才有機會回香港 如果即使是共產黨倒台 新政府也是跟共產黨一樣的 或是是獨裁政府的 那麼我都應該回不了香港 好 當然 錢可以解決問題的事情就容易很多 錢而已 最近 傳出很多次欠債的蕭定一 即是蕭若元的公子 被很多公司追 欠債 去年8月 又有一家公司入稟高等法院 追討他3260萬的欠款 以及利息390萬 原告 向法庭申請簡易判決之後 高院聆訊在20日開庭審理 最終裁定 原告勝訴 被告是蕭定一 原告是浩漢 資診管理遊行公司 日品壯就說 原告要求法令頒領被告根據雙方在19年11月14日定立的擔保貸款協議 向原告還錢 同時原告又要求被告給利息 總共是391萬2千元利息 12厘 期後年利率是24厘 因為當時簽了的 利息也算不算貴你的 算是比較高利息的私人貸款 被告和原告也有律師 到場的 最終法官判被告敗訴 就要結帳了 很多網友傳了一件事 其實應該是舊文來的 不過好像以前沒有說過 我看到內容 有時看太多東西 也不記得 我根本就不記得 我看起來原來是跟他交手金融大鱷 我都認識的 其實看過兩三次面 當時我們就是 金融圈的朋友介紹的 這個叫張兆輝 張兆輝也是一個 是一個 金融的大人物 很多公司他有份 我看到他 起碼有幾十間公司 每一間都是股東來的 我當時朋友介紹說有一個學賣 那個老闆就是一個東南亞的人 後來 我們經過他的 介紹 他跟 那個學主坐在桌上談 其實只是差一點 當時只是差一點 我們代表我們的一個財團想跟他買了一隻殼 最終 談不成 有些細節的東西過不了關 就買不成了 不過我都感覺到 張紹輝 叫做黑馬資本的老闆 其實我當時就不知道他是黑馬資本 他給了很多張卡片給我的 張紹輝 這個張紹輝很積極 任何東西 什麼都可以 沒有價值 因為他身家有很多 但是 竟然 沒有價值 很積極 每樣東西 最重要是他 想成丟 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 網友就將 一個 2020年當時一周刊爆的蕭生避難去台灣的故事 說 我重溫一下 蕭生因為欠債問題 去到台灣 本來應該是享福的 因為他兒子的決定 使得 公司要清盤收場 還要欠人很多錢 結果那隻鋼也被人打了 打他把那個應該是張紹輝 因為 人家把錢扔了出來 也不可以 血本無歸 結果 結果呢 他把 8078、8079的抵押給 有窩淋王之稱的黑馬資本老闆 張紹輝、Dickson 借錢 之後呢 蕭生就沒有如期還錢 還債仔我的債主 一周刊說的 衛免被窩淋王 咬了一隻殼 老蕭發揮一代古壇的遊藝本色 奮戰到底 他就說台灣秘酒台灣住4000呎 台灣的房子是值得的 4000呎 幾萬元租 我們之前在台中看過 2萬元租2000呎 所以4000呎是4萬元 很值得的 不過打算比較辛苦 因為請工人難 打算 房子越大打算就越辛苦 好了 這裡說 蕭生本身就不想去移民 他太太就想移民到台灣 他就說現在做時事評論 賺很多錢 很開心 即使被人說他燈也沒所謂 反正廣告費已經收了 雖然人在台灣 有一筆債務困擾了他很多年 他也不可以誤理 因為他的兒子 蕭靖一自從拍了HMV之後 就出事了 惡運連連 不但唱片業色來 他也轉搞大型的娛樂事業 遇上中國政府收緊對影視娛樂的政策 包括實施限籌令等等 令HMV數碼中國的電影和藝人管理業務受到牽連 2018年 HMV零售店拖欠租金 到了自願清盤 HMV數碼中國 股價被洗倉 單日跌了八成本 連 蕭靖一賣出暴力鏡 獨立屋 和六岸西半山的頂層複式單位之後 也不夠填數 間接拿著的8103又被人洗倉 單日跌了八成 所以 不太行 所以當時就被人貼這個街招去追數 又說蕭先生 不是說要數他 因為我看回他那個報導很詳盡 因為當時我其實也沒有看 蕭先生一直都不喜歡他跟大陸做生意 結果 其實也不是啦 當時我們聽蕭先生聽得很開心 說到微飛色舞 拍著 外奇藝 這是發達了 蕭先生說得很興奮的 所以這個說法我有一點保留 就說他跟蕭靖一割席 這個完全不是他 完全 我覺得 蕭先生那些東西寫在他面上 他很開心的 兒子拍到一個大公司 覺得很開心的 他說 他說 說到底蕭若元 也出辦法幫兒子去頂數 結果就燒了自己 把自己的金融家當 他拿著的二環財務 都抵押了給 這家 從後拿著 外瓦膏股份的公司 也抵押了給張紹輝 換了一筆3億2千7百萬的貸款 誰知道這條數 到了18年10月到期 蕭先生就 搞不定 蕭氏父子 無力還債 最終要跟債權人對薄公堂 張紹輝就 最討美數2億2 他說 張紹輝在金融圈打過人 超過20年 投降出身 做過摩根大通 也做過美林亞太策略證券方案部的主管 他也牽涉轟動金融解釋的李昂做事 當時李昂證券的前交易員 就涉嫌 請了一批打手在中港兩地操控一批人頭做事 又涉嫌賄賂香港幾家 渦輪發行商 和內部人員 開出有利的價格 以及幫助他們猜渦輪 張紹輝就被指他是投行當地的交易員之一 不過他脫身 沒事 2013年 他自立門戶 成立黑馬資本 專做股票貸款 做了很多金融有東西 介紹學 不過他說 古壇老手蕭若元 在古壇也見過見怪風浪 當時 買了一個德順街 賺了一億 大家都知道 最後 然後 也 搞不定 把友聯健財 4,900萬 賣給老年城 這次他說 吸取了以往的經驗 這次就沒有雙手奉上了 就要躺身保住資產 一方面就拖著時間 然後就 申請禁制令 禁止張紹輝行使股票投票權 蕭若元就攤勃了張紹輝拿著的二環財務的股權 多次 法官申請配股 不過他說 首回合蕭若元大敗 蕭若元被法官質疑證據賓足 要自行撤銷臨時禁制令的申請 被張紹輝置足先登 日品阻止蕭若元攤勃股票 張紹輝又再出招 殺蕭若元一個措手不及 以每股$2.9 提出全面收購二環財務 以防被蕭若元控告的自賣資產 收購價 給收市價折量27.5 張紹輝之後委任BOD立信德豪接管人 兼全面收購 準備好召開股東大會 爭奪控股權 中國的特工資權 張紹輝停了全面收購 據說莊家也想入場 原因就是 二環財務裏面有一些資產吸引 於是很多 這些 內幕 他說 蕭若元奮戰到底 最近 傳出蕭先生說可能會回港 若是我們也恭喜他 可能是 這個 債務問題就應該可能解決了 又或者 有些解決了 總之 可以回香港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如果他可以回香港 我們也是為他高興的 因為我們跟他不同 他可以回香港 有時候人老了 現在我也不算很老了 但是 隨著年紀的增長 也有掛著故鄉 沒有辦法了 有私鄉的情緒 希望蕭先生可以早點回香港 這節時間先趕著那麼多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